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賴清德他現在在出席活動的時候 那因為媒體就要問他問題嘛 用喊的就說 哎呀副總統啊 現在郭台銘出來選了 有人說你躺著選 然後呢就嗨到了說 頭微微上揚 神情嚴肅的快速步入會場 不過出來之後呢 喊小聲笑笑的告訴大家 沒有啦怎麼會這樣啦 因為他們說絕對沒有躺著選 好來看到的是 民進黨現在告訴我們了 9月6號呢 他們還要公布一個 國家希望工程的國鎮藍圖 取名國家希望工程 大家就想問 現在不是民進黨執政嗎 為什麼是講國家希望工程呢 是覺得現在比較沒有希望嗎 其實呢在這幾天 賴清德還蠻忙的 也到了南台灣的屏東 來到這邊呢 他還特別在寶生大帝前面宣示 說要打擊黑金槍圖 還有詐騙 但是一講到了寶生大帝 大家想到的不是賴清德 大家想到的是他 蘇貞昌 好 還說呢在這邊宣示 哇 就梗圖馬上出來了 說嗯 這樣子會不會 我懷疑你在湊 但是我沒有證據 寶生大帝又有好多個問號了 每次選舉好像呢 寶生大帝都會被拉出來講一下 現在到底賴清德 他的選情是怎麼樣呢 基本上呢從民調上面來看 還蠻穩定的 可是問題是 有一件事情我們就想問 到底他如果當選之後 對於兩岸關係的變化 大家是怎麼樣的認知 來看到的是美利島民調 現在說兩岸大選的攻防 誰來當總統 你會覺得兩岸之間更緊張 發現了賴清德很高 49.8% 48.6% 這幾個月下來 好像大家都認為 他當選 確實兩岸會比較緊張 可是問題是 另一家民調機構 台灣民意基金會又告訴我們 當他問誰比較有能力 處理好兩岸關係的時候 賴清德第一名 28.4% 柯文哲25.3% 侯友宜22.3% 這兩個數字怎麼看 怎麼怪 為什麼會不一樣呢 到底賴清德當選 是兩岸關係更緊張 還是其實 他很會處理 所以其實會比較好呢 其實現在 兩岸之間你會覺得 好像政府跟政府之間 沒有對話 最新一個比較是政府方面的對話 是什麼 是雙城論壇 好 來到了上海 蔣萬安跟上海市長 兩個人做雙城論壇 上海市長提到 兩岸中國人的時候 民進黨這邊罵說 你就是被人家吃豆腐了 毫無作為被人家 變成了統戰的樣板 蔣萬安引唐師說 過境千凡 皆不是 這不應該是兩岸的關係 我們是恰如江河行蹤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能夠有好好的 讓彼此之間 細水長流這樣子經營下去 好 可是這個講法 綠營說不倫不類 應該要怎麼講 才是兩岸之間的關係 大家怎麼看呢 而且當我們認為 兩岸之間的政府 好像完全沒有溝通的時候 你知道嗎 疫情解封之後 我們中央 中央機構目前 已經有六次 組團前往大陸 要嘛參加會議 或者是先去考察 要參加運動會等等 包括體育 教育 衛生 金融系統 六次之多 就從三月開始恢復交流之後 所以我們就想問 中央 蔡政府這邊 到底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總認為 蔡政府這邊總是很強硬 看到了國外 跟我們講話的時候 我們就會馬上的說感謝支持 包括英國國會 現在有一個報告 說台灣是獨立國家 國民是中華民國 擁有具國家地位的所有資格 外交部馬上感謝他 當然大陸這邊罵翻了 說這個是顛倒是非 混淆黑白 可是你要知道 英國挺我們之外 美國爸爸也挺我們 拜登現在又要再次 援台8000萬美元的軍備 而且是史上第一次 對我們動用外國軍事融資 好你必須要知道 外國軍事融資 基本上它是跟主權會比較有關係的 所以這還是一批無償的軍員 過往台灣從來沒有使用過 那這是在記他先前 用總統提播授權給我們軍備之後 再一次 他們說要強化我們的 自我的防衛能力 這裡頭會有什麼東西呢 先前說這25億的軍事融資 裡面還含有裝甲車 無人機等等 國防部都說細節沒有說明 但是很明確的是 美國方面覺得我們需要幫忙 我們需要被武裝 我們需要做準備 看看他們的前國安部門歐布萊恩 之前也來過台灣 總統高規格的接待 他現在就預估了 對岸恐怕兩年內會親台 美國需要幫我們備戰 國艦國造 AK-47步槍小型武器 這種不對稱作戰的裝備 我們一定要有 好 所以我們就要問 國防部你也這麼認為嗎 你怎麼看 國防部長邱國正真說 國軍只有王將 沒有翔軍 這是絕對不會改變的 我們是以B戰來作為原則來處理 這跟美國要我們做的又一樣嗎 美國獎的 美國給我們的 是我們需要的嗎 歸過頭來請教亮哥怎麼樣來看 好 現在郭台銘要出來選了 很多人就說賴清德是躺著選 他們說怎麼會是這樣 其實賴清德的高點已經過了 最近幾個民調 賴清德是從最高點往下走 比如說美利島的民調 他最高 就是防美的效應 最高到了42.5 最新的他已經跌到38.8 當然主要 主要還是非綠陣營的整合 因為就變成說他加起來 到底跟賴清德差距是多少 如果是用美利島的 那就比較悲觀 因為柯家侯跟賴清德差不多 可是你如果看淨傳媒的民調 柯家侯加起來是比賴清德要多9% 所以賴清德事實上 他如果是看到這樣的趨勢 他也是會擔心 因為他不可能再訪美了 所以你說會有什麼樣的新的高點嗎 不容易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 因為他是副總統 所以訪美本來就比較容易造勢 是 那彭博訪問他 這也是 因為他勝率目前比較高 所以人家當然會訪問你 可是接下來 比如說他現在要公佈那個 這個國家希望工程 國政藍圖 這個坦白說 他就立刻卡到現在的蔡政府 因為你事實上也是副總統 那如果 如果你有一些新政 想要有所改變 那為什麼蔡英文做不到 那除非你跟大家講 說我以後的內閣跟現在 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那個令人最討厭的陳吉仲 你是不是確定要換掉 我覺得你今天還回答一些問題 比如說陳吉仲你要不要換掉 農業部長 王美花 這完全不夠格的經濟部長 你要不要換掉 衛福部那個一天到晚 跟人家吵架的 薛瑞源你要不要換掉 我跟你講這三個人就是他的背後林 所以你在講國家希望工程 只要是談到這個 農業 漁業 或者是經濟部 或者是衛福的相關的政策 人家就想到你背後這三個背後林 因為政策是脫離不了人事的 這是你若有不一樣的政策要推出 那問題就是你現在這 蔡英文這三個人你連動都不能動 然後陳吉仲是無人到這個程度 你敢批評一句嗎 你有聽過賴清德對現有的部長做過批評嗎 沒有啊 現在有的部長做的不夠的地方 你有講出或建議或批評嗎 也沒有啊 比如說我們最近看 侯友宜對那個勞動部那個巴士亮表 他說80歲以上的以後就不用再去驗了 這個政策如果你支持或者是衛福部支持 勞動部支持就站出來嘛 那不然是怎樣 變成說我挑戰你 因為你以前老是用巴士亮表 卡住了很多人在聘外勞上 造成很多困難 我們講的這只是其中一個政策而已 還很多還有能源 能源在清德要不要說明一下 我們以後都是火力發電 因為在你的計畫裡面 燃煤加天然氣會超過70% 甚至很多人認為搞不好會有一個黑暗時間 會超過80% 那台灣怎麼辦 台灣又碰到全世界都在做氣候減碳 歐盟對於含碳量高的產品未來是不准進口 這個你都要回答 蔡英文都沒有做 李遠哲找蔡英文想要討論氣候變遷 蔡英文是怎麼回答的 你應該記得吧 蔡英文說那個時候我就卸任 不是嗎 大家記不記得 一直到今年 才編了800多億 在對碳的 我們那個排碳的實際的狀況要做普查 一直到今年才編預算 所以你這個民進黨政府 對氣候變遷根本沒有執行 不然怎麼會現在才編預算 今年才編 我現在認識一大堆這個行業的朋友 每個人都忙得要死 因為都在幫那些各大企業去做他的碳的估算 19萬家中小企業都要做 我看你怎麼做 你告訴我你怎麼做 賴清德有沒有提出這種主張 19萬家中小企業都要做碳估計 那你台灣經濟部難道不知道嗎 環保署不知道嗎 拖到今年才編預算 那中小企業這個碳的估算 我看至少要明年底才弄得完吧 你的時間表來得及嗎 所以我跟你講 我認為賴清德未來的民調只會往下走 因為他的背後林太嚴重了 民進黨的執政包袱 就讓他的民調再也上不去了 是 請教張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為什麼邱國正講的話 好好查一下 因為過幾天就九三軍人節 我旁邊做了一個軍人 我們年輕人有當過兵 九三軍人節在當年是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對軍人的形象 對軍人的尊敬 那麼邱國正在九三軍人節到之前 一個宴請的模範軍人 相關的進軍團體的場面 講了一些精神的訓話 我為什麼特別選這個東西 邱國正今天做一個 國防裡面最大的一個掌握者 你聽他這個講話 某種程度你要肯定他 他說這個沒有王將 也只有王將 沒有降軍 就是說我們會戰到底 那這個講說百年來這個軍人魂 軍人敢戰 死戰 不投降 這種氣節 這種勇氣當然要肯定 然後他又講說 我們現在是備戰 也不求戰 然後就希望能夠應戰的話 他也是以備戰為原則 可是他整個關鍵是說 因為因應中共 共軍的 一直挑釁 請注意 我認為你今天做個國防部長 所有的其他講的大部分都對 可是那個前提是有問題 今天應該暫時不應該投降 可是你為何而戰呢 今天是真的是 中共要再挑釁嗎 我某種程度 老百姓聽到說很好 我們國防部長不是好戰 不會求戰 要必戰 應該可以免於戰 我要問你 區國政 你要避戰 避得了嗎 你要回答 你是拼命想避 那如果避不了 你們得戰 要亡 很好 可是我要問 你們為什麼避不了 你的前提是老共天天打理 老共天天挑釁 這個認識是正確的嗎 今天你如果做一個軍人的最高的 一個領導 如果要避戰 你要直直元凶 讓台灣不可能避掉了 是美國人 不是中共 中共和平統一你就很好 為什麼要跟你打架 為什麼要開戰呢 開戰對他有什麼好處 這個戰如果發生了 避不了 是因為美國人幹了 你看看接著你前面講那一段 歐布萊恩講那段話 你看 兩年之內很有可能 就會發生戰爭 我要問歐布萊恩 你怎麼這麼清楚 我們感覺好像美國人很好意 在跟我們示警 我跟你講 從我的角度接合 我剛剛前面講的 邱國政你要出來講 歐布萊恩是不是跟你講說 兩年之內要把我們國軍送死 讓你去做王將 你準備戰時殺場 那這樣一個認識 這樣一個要求 這樣一種送我們去死 你為什麼不應該避 你要避的話 應該去面對美國這支黑手 就很講的是中共天天挑釁我們 你根本是個錯誤的認識 說到結論是你勇氣沒有問題 你想避戰也很好 可是你沒有講清楚 真正戰爭的來源 造成戰爭的因素 那就是美國這個最可怕的 你應該對著他們 讓他們不要操控台灣 我們才有可能避得了戰爭 結果你話講一半 而且講得好像很漂亮 那我們覺得說應該不會發生 你完全沒有針對要害 歐布萊恩為什麼清楚 因為他們在操控 今年要打 明年要打 什麼時候要打 完全是美國人的 所以他放那個話 他講到說美國人是善意 完全是毒計 所以我說你做一個國防部長 我沒有辦法肯定你 你一定要面對我今天的挑戰 你要往前 除非我講的是錯的 我們往前去問戰爭的根源 但就是來自中共 還是來自於美國 老共如果被迫也捲入戰爭 那也是被迫 只有你們去迎戰 兩邊打成一團 結果你們變成戰時殺場 會變成要實踐你們的軍人魂 值得嗎 這樣的認識正確嗎 請問國防部長 你可以這樣混日子嗎 美國這支毒手 你難道看不清楚嗎 如果有 你在九三軍人節 請你重新講一遍 面對中華民國的國軍獎 我們必戰最大的目標 是要針對美國 不要讓美國操控我們 我們就可以避免捲入必死的戰爭 我們不應該為這個而死 我剛才如果不是這樣 全軍趕快投降 為什麼要當王將 為什麼沒有強軍 他說這個不能改變 錯 如果是被美國操控 一點都不值得死 你們一定要改變這個認知 你們才有深入 好 其實在這一今天 國防部是直接跟美方 這裡來表達感謝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要給我們這個 8000萬美元 史上第一次的外國軍事融資 說是無償的軍援 但到底給什麼 國防部這邊細節都沒講 到底是有裝甲車嗎 有無人機嗎 到底這些是我們需要的嗎 請教小舰長 邱國正部長 通常話講得很漂亮 他之前還講過 他說如果兩岸 他兒子問他如果兩岸打起來怎麼辦 他當時說你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在家裡面等老爸光榮歸來 一個到戰場上去找老爸屍體 那他講得很漂亮 這一次又講了說只有王將沒有降軍 我只是個小舰長 我問一個問題就好 去年當彈道飛彈飛越台灣上空的時候 那個部長你說 因為國安高層有人有意見 所以沒有通知老百姓 你連一個國安高層 你都無法抗拒了 你現在說只有王將沒有降軍 這個成比例原則嗎 只有寧民而死不墨而生 你一定要站出來 告訴老百姓 飛彈飛越 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你有嗎 你沒有 專門講漂亮話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解放軍不會 站出來打你的臉 那對不起小舰長有必要講這件事 那剛剛講那個燕營談到說 要賣我們什麼 要賣我們什麼 這個裡面學問很大 為什麼 我們自己掏錢 買了MQ-9B的海上衛士 海上衛士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他是在海上徵詢 那但是現在美國要給我們的是什麼 死神 雖然前面都是MQ-9 但是一個A一個B 答案差很多 這個上面的就是MQ-9A的這一個死神無人機 這個死神無人機原來是沒有計畫 加掛下面的這一些夾艙的 可是如果沒有加掛這些夾艙 它其實要進行ISR 也就是我們常講的情報監視偵查的效果 是打折扣的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它可以作為一種海上偵查 因為它下面有一個核心孔鏡雷達 可以加掛在這下面 那它這裡面也可以施放無人機 也可以放聲納浮標 也是加掛在上面 這件事情重點來了 什麼重點來了 這是MQ-9A有這個功能嗎 可以加掛嗎 如果不可以 誰出這筆錢 通常只要開始加改裝 就是加改裝的人要出錢 那加改裝出錢的時候 其實買一個套件更貴 可能比它原來總統要送給我們的更貴 所以這個是我們應該想清楚的 那其實今天還有另外的新聞 說我們現在要造 那個2500噸的巡防艦 什麼 說我們原來是要造的是 像韓國一樣這種大丘級的 你說這不是大丘級 這個是菲律賓的黎岔號 這是菲律賓的 對 這是韓國幫菲律賓造的3000噸級的巡防艦 搞半天是這個樣子 有跟老百姓講清楚嗎 你有告訴大家說 原來我們要做的是跟韓國一樣 你說我們的國見國照這麼厲害 結果也不過是學韓國 這樣對得起老百姓的支持 國防自主嗎 好 其實我們在講到 美中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因為其實世界的格局下 放大來看基本上很明顯的 就是這G2之間的互動 所以說我們在講到